這麼簡單 因為現在在生命、在照耀、在職務 都要將會天主的聖德 唯一一件事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依靠天主的恩賜 如果你們有參加 或者有機會去觀賞到 就是當日的例子 教授問了九個問題 每一個問題裡面 我都要用拉丁文回答 我願意 最後就會說 以天主的在喉 我願意 要將以天主的聖德 本身就是人出現在這個世界的目的 天主一早就按自己的肖像 造生我們人 然後讓我們人呢 與自由的參與和恩賜的合作 我們慢慢將天主的肖像 越來越彰顯出來 不過今天第一篇讀經告訴我們 那個故事呢 那個故事呢 原因要發生的事呢 沒有發生到 因為當人受考驗的時候 竟然一間是經不起 這個邪魔的誘惑 終於呢 我們人呢 不幸會犯了第一個罪 由於犯罪的人呢 是原祖父母 所以這個第一個罪呢 都衍生到成為原罪 意思就是呢 其他的人呢 雖然沒有在這個行為上 都參與這個逆命的行為 不過 作為阿方阿爸的子孫呢 我們就受到一種的遺憾 那聖經呢 主要是講這一點 不過聖經不是單獨地 講人怎麼當 他說人呢 將會怎麼起身 今天呢 我們紀念的是聖母離山 就講一下 第一個女人 終然犯了罪 但是幸好出現了第二個女人 使她在新的創造裏面呢 人不單止恢復人性原有的諸言 而且還要大大提升 在這裏 剛才所聽的那段福音裏面呢 很多時候呢 因為要讀這一段呢 一開始就講那時候 但是忘記了呢 若望福音是刻意寫第三天 那如果我們看完第一張 開始看第二張第三天 你就不知道 究竟第三天是從哪裏數算起的 因為跟前面那個 是沒有關係的 那有些人猶豫就是說 可能是婚宴之後的第三天 那通常這樣的婚宴呢 可能延續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 如果第三天開始沒有 那就真是難件事了 所以大概呢 是在講這個婚宴的時期 如果我們再將這個 簡單的段落 去深層次這樣看一下 就覺得這個第三天呢 就覺得這個第三天呢 是說有兩個重要的人物在這裏 一個就是耶穌保錄呢 稱祂為新阿當 一個呢就是聖母馬利亞 很多的教父呢 在識讀聖經之後 因為聖母媽媽呢 就是阿爸 所以有新阿當 有新阿爸在場 好了 第三天呢 就是在講新的創造 為何是三呢 有人說天主聖三 有些少牽強 不過有一個可謂 令我故意的解釋呢 就是在講在創造的時候 第一天過了 那我們看舊約 第二天又過了 每次做完了之後 天主說 好 好 那唯獨 在第三天呢 它是說兩次 好 那現在是婚宴了 有一點點 像我們中國 雙喜能活 雙重的好 不過現在呢 不是規範在 中國的文化 這個雙重的好呢 有一個深遠的意思 和這個罪過呢 有關係 天主做了人呢 做了這個新鑑的 的確是好 但是當日 逆命了 不要很珍惜自己的自由了 沒有通過考驗了 犯了罪了 離開天主了 不從天主了 還要超越天主了 那怎麼辦呢 人呢 人呢 真的不幸運 真是當王 原有的好呢 就消失了 沒有了 那為什麼 第三天又要說 第二個好呢 就是 是有一個新的創造 主角呢 主角呢 就是耶穌 耶穌不單止 在救恩師上 到自己一個人呢 做了 他要求呢 有一位 他親愛的媽媽 和精女 來幫助他 所以他是 新阿爸 為什麼要說雙重好呢 就是第一次的好 那個人性呢 好了 耶穌要恢復他 但是 現在要將人性的尊嚴 要提升到 什麼地位啊 就是做天主 子女的地位 於是 第一個好 而第二個好呢 是比第一個好呢 是更加 差別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 在這個尼撒裡面 在讀經裡面呢 就是講一個慶祝 不過 若望呢 他描寫的手筆呢 就不像我講的那麼簡單 有兩個好啊 耶穌來了 又恢復人性 又提升人性 又提升人性 雙重好 他寫得仔細一點 然後令人去心事 公耶穌呢 他來到這個世界呢 他有三重的關 就是這個婚宴裡面出現的 那麼第一 他和媽媽媽媽 馬里亞 national問題 他跟媽媽媽媽那種關系 第二 他帶著門徒 所以他和門徒的特別關系 第三呢 就是那些賓客 有很多人都不认识,因为耶稣都未曾发奇迹,未曾正式讲到,所以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的人在那里。 但是这三者的关系相当的迟。 圣母将耶稣带来,路加福音有很详细的讲述文化。 到了若望,他就说,既然大家知道,我就不认识。 但是要在这个婚宴里面讲一下,圣母如何将耶稣带出来。 就是圣母爸爸,一个很热心的女士,去帮我一个婚礼,人之常情。 所以他宣与孙在那里工作。耶稣只是带着一班食客去。 吃得又很开心,喝得又多,酒就不够。 所以那个引用就是说,人在这个处境里面需要什么。 圣母在这一刻就出现了,他知道他们缺酒,所以知道人的需要。 那他去哪里找呢?他不是自己拿着那个垃圾, 他就去店铺打走。 他有自己的儿子,他很明白自己的儿子能够做到这个问题的坚决。 于是就跟他说。 好了,耶稣又做了一句很特别的说话。 女人,这于你或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女人就不要回来她,等于叫妈妈的意思, 又等于叫夫人的意思,或者这些都不是。 因为叫夫人就是很怪的,叫自己妈妈做夫人是什么意思。 根本不叫妈妈也都习惯了,妈妈就是妈妈嘛。 那叫女人呢,这样若望就想提醒一些读者。 这个女人呢,就是说新的女人,新的阿爸。 就好像当阿当见到阿爸之后, 这个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女人,是男人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在救恩史里面,耶稣称她为女人。 这个女人是精女。 因为她对天主那种开放、忠诚、接受。 但是她是妈妈生了孕,生了天主的儿子出面。 这样子也不用了。